西晋时天上掉下1200米大肉,随即以王朝覆灭,史料记载是真实,俗话说天上不可能掉下来馅饼,可是在我国的西晋时期,却还真有一次天上掉下来一块肉的事件,甚至作为24史的晋书和我国著名的编年题史书、资质通鉴都对这件事有了明确的记载,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天上怎么可能会掉下肉来呢? 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这一年是公元314年,资质通鉴,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载是,正月丁筹,有流星出千牛,入紫微,光竹地,追于平阳北,化为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可能一些朋友对于这块肉的大小没有概念,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算一算这块肉有多大,在古代,一般无耻相当于一步, 但是这一尺是多少,古代各个朝代都有不同,不过公元314年的时候,距离三国时期其实只有三十多年,所以我们在这里估算这块肉的大小时,大可以按照三国时期的比例来算,三国时期一尺大概相当于24.2厘米,一步就是一米二一, 所以这块大肉长三十六米三,宽三十二米六七,这么算的话,这块肉大约得有个1186平米,接近三个篮球场那么大,一块将近1200平米的肉掉在地上, 这怎么看都是一眼假,毕竟哪怕是恐龙,估计都产不出来这么大的肉,能满足这一需求的可能也只有身高一百米的哥斯拉了,当然,中国古代的史书历来都有夸大数字的习惯,锦书里这种情况更严重一些,比如前赵的刘耀攻打梁州,记载是荣族二十八万五间,林河猎营,百鱼里中,懂点兵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连迎上百里,这不就是个首尾不能相顾的一字长蛇阵吗,还怎么打仗,所以这个数字肯定是不能信的,因此后世之人读史书,基本总结出了一个潜规则,只要是看起来不靠谱的数字,统统除以时候,立刻就会在棺杆上豁然开朗,而我们要是把这个公式套到那块天上掉下来的肉上,那这块肉就是长三米六,宽三米二,差不多十二平米, 这么一看的话就能接受多了,资质通鉴,对于这块肉的描写,很明显是借鉴了,锦书,但如果我们翻开锦书原文,就会发现,这块肉的诡异不止在尺寸上,锦书里还说这肉臭闻于平阳,肉旁常有哭声,咒也不止,味道很大,声音也不小,扰民扰得非常厉害, 那么这种怪象预示着什么呢?面对这种情况,在古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这块肉是从彗星变出来的, 而在古代,彗星不是什么可以拿来许愿的吉祥之兆,而是个彻头彻尾的灾星,各位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恐怕就经常能发现, 像周瑜,庞统这样的大人物去世的时候,基本都会掉下来星星,诸葛亮就是根据流星,判断赵云去世了,而司马懿也是根据流星,判断诸葛亮去世了, 所以说,彗星的别名扫把星被用作骂人的词,也就能够理解了,而且这彗星掉的地方也很敏感,他掉在平阳城北,这平阳城是哪里呢? 是当时汉兆帝国的首都,在这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汉兆帝国,西晋时期,也为司马家统治的太差,搞得天下反叛, 匈奴人刘渊带领不足,在山西地区宣布独立,国号汉,继承西汉,东汉和蜀汉的法统,刘耀即位之后,将国号改为赵, 所以这个政权一般被合称为汉兆,当时汉兆帝国的统治者叫做刘聪,是刘渊的第四子, 这位刘聪的文化水平其实不错,博览群书,又精通奇摄,很有才能,统治也不能完全说是残暴昏庸, 但这个皇帝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喜欢女人,比如说, 他曾经一口气把太保留音的两个女儿和四个孙女一起内进了后宫里, 很明显,刘聪这个事情办得实在不太地道,公元314年,毁星坠肉事件发生, 而且调的地方还是国都,这明摆着是跟皇帝过不去,刘聪就开了个朝会, 请群臣讨论一下此事,挺为陈元达觐见刘聪, 说这种兴辩之意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 禁书原文里写的是陈孔后庭有三后之事, 王国丧家,你不由此,愿陛下慎之, 也就是这种凶兆可能跟您的后宫有关, 而且可能有王国丧家的风险,请您慎重对待, 但陈元达把问题说得如此严重, 刘聪却丝毫不以为意, 他立声驳斥了陈元达, 说这是阴阳之理,何观人事? 然而,没过几天,人事就来了, 这次慧星坠肉事件之后不久, 刘聪的后妃刘氏, 也就是刘殷的次女刘娥去世了, 死因是生出了一蛇一猛兽, 这个猛兽大概率就是老虎, 因为禁书是唐朝写的, 要比唐朝先祖离虎的会, 所以一般都把虎写成兽, 然后一蛇一虎个骇人而走, 寻之不得, 请之, 见在允肉之旁, 跑到那块坠肉旁边去了, 而刘氏死, 乃是死肉, 哭声一止, 等于说刘娥一死, 这块坠肉也就消失了, 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 上面那些劲爆的文字不是小说, 是禁书刘聪传里白纸黑字记载的史实, 如果不信, 真的可以搜一搜, 不忽悠人的, 陈元达说的三后之事已经应验了, 那么王国丧家呢, 也能靠上面, 因为刘娥是一个非常贤明的皇后, 经常匡政刘聪的果实, 所以刘娥之死对于汉兆来说, 也算是国家衰退的一个助推力, 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直言觐见的廷尉陈元达, 这个人曾经在李中堂, 就是个厅堂, 和李鸿章没有关系, 劝劝刘聪不要把刘娥那位后妃, 也为他后宫里的女人够多的了, 还劝刘聪治国要节俭, 结果刘聪大怒, 我去老婆你也要管, 就要把陈元达拉下去, 杀死, 灭族, 陈元达马上掏出了一个大锁链, 当场把自己捆在了一棵大树上, 然后嘴里大喊, 我能像关龙逢, 笔竿那样被杀掉已经心满意足了, 看你杀了我之后, 这江山还能做多久, 刘娥一听说陈元达如此操作, 赶紧吩咐手下人去教廷卫士, 然后亲自给刘聪写了个奏章, 意思是陈元达是国之贤臣, 说的话都是肺腑之言, 要是皇上因为我就要杀掉重粮, 那我先自己去死了算了, 刘聪一看见刘娥的这个奏章, 立刻就变了脸色, 赶紧说朕里的风景, 就是我最近有病, 喜怒过场, 元达忠臣也, 朕胜馈之, 赦免了陈元达, 还说外府如公, 内府如此后, 朕无忧以, 就是说我外是有陈元达这样的忠臣, 那是有刘娥这样的后妃, 就外是无忧了, 然而这样一位贤明的后妃, 却被这块坠肉索去了性命, 实在是让人扼腕叹息, 尽书里说刘娥死后, 后宫乱宠, 禁语无序, 刘聪更加的荒野无度了起来, 大大加速了国家的衰败, 平阳坠肉事件就这样以一种悲剧的形式结束了, 但他给每个都市之人的心灵震撼, 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这种震撼概括一下就是, 正是还能这么写, 我们真的是在看, 尽书, 而不是太平广迹, 续悬怪路, 聊斋志异, 这种小说嘛, 而一些比较懂史料的人看到这个故事, 恐怕也会感慨, 魔法禁书果然不让人失望, 在中国的二十四世历, 禁书是格外奇葩的一本, 这本书被一些历史爱好者调侃为魔法禁书目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太魔幻了, 清朝所编修的四部全书, 作为对中华五千年书籍的总结, 曾经睿评过禁书, 说它是忽正典而屈小说, 作为比较含蓄的文言文, 这句话被用到史书上, 已经是比较露骨的批评了, 说实话, 这句批评其实不算冤, 就拿上面那个坠肉事件来说, 这件事别说忽悠现代人了, 就连古人都忽悠不了, 后世的司马光在写资质通鉴的时候, 对于此事就只保留了会星坠肉的内容, 其他怪力乱神的离谱内容全都没有写, 明摆着就是不信, 不过严谨性不佳不代表没有可读性, 如果要是评点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史书, 那么禁书不但榜上有名, 而且大概率名列前茅, 如果各位没有古文阅读压力, 也不避讳禁书中杂乱的人物关系的话, 禁书绝对是一本极其优秀的睡前读,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禁书是唐朝时期修的版本, 距离三国结束已经过去了整整三百多年, 由于这三百年来, 中国的战乱基本没有平歇过, 所以有不少的史料王毅, 完美还原那段历史实在困难重重, 所以禁书在编辑的时候, 可以说是抄了很多的段子进去, 这也就搞得看, 禁书就跟看小说一样, 乐子不断, 不过现在也有不少学者开始逐渐认可禁书这种什么史料都往里塞的写法, 认为像比于禁书这种也是大权, 三国志这种宁可不写也不乱写的情况更加要命, 毕竟三国志中的史料记载虽然严谨, 却非常简略, 如果没有裴松支得住, 人物形象要干别不少, 很多史实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而禁书中的内容虽然荒唐, 但是至少保留下来了一些史实, 大不了以后通过各种考证来政委。